有人说2024年开局真的是太魔幻了,第一天日本地震海啸,第二天韩国刺杀,日本飞机起火,第三天伊朗连环爆炸,我认为苏莱曼尼是美伊关系的思学,在苏莱曼尼遇次纪念日,伊朗发生连环爆炸恐袭事件,是伊朗绝对不能容忍的红线,这将直接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,伊朗会否介入巴以冲突和红海危机? 是第六次中东战争会否全面打响的重要观察变量,如果伊朗誓言报复,那么美国卷入战争将不可避免,中东将陷入大乱,也就是说如果连环爆炸彻底激怒了伊朗,那么中东局势将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,中东这个火药桶将会被彻底点燃,那就是不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争斗了,而是美伊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全面开战, 一切将会变得更加疯狂和危险,甚至全球都会动荡不安,顺着这个结果和逻辑倒推,我们大致可以认定,谁想彻底激怒伊朗,让伊朗介入到巴以冲突,使中东战争全面打响,并且是中东乱局的最大受益者, 谁就可能策划了这次连环爆炸恐怖袭击事件,那么到底是谁想彻底激怒伊朗呢? 这次连环爆炸发生在1月3日,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,遇刺四周年祭奠活动去陵墓的路上,爆炸间隔不到十分钟,当时有数千人参加,而恐袭的目标就是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,手段极其残忍,这是对伊朗有多大的深仇大恨,才发起如此惨烈的恐怖袭击,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,伊朗、苏莱曼尼、平民,凶手肯定是恨伊朗、恨苏莱曼尼,甚至不惜以残杀平民来达到激怒伊朗的目的,那么谁会有这样的标签和动机呢? 首先苏莱曼尼遇刺事件已经定案,是美国一手策划的,仇恨苏莱曼尼的人,不论是伊朗国内,还是其他某种势力,都应该是亲美人士和组织, 1月3日是苏莱曼尼遇刺四周年,大批伊朗人前往祭奠,然而就在去往林木的路上,遭遇连环爆炸的惨剧,凶手的目的已经是昭然若揭,就是跟伊朗过不去,仇恨伊朗,要彻底激怒伊朗,这也让大家将目标锁定在亲美势力和组织身上, 谁能在中东局势计划和失控中获利最大,谁就最有可能策划了此次恐袭事件,现在最大的嫌疑目标就是以色列和美国,以及美以支持的伊朗国内的亲美势力, 苏莱曼尼遇刺的前因后果,我们简单做一些梳理,2015年,美英法中德六国,与伊朗签订了伊核协议,伊朗承诺限制核能利用来换取解除对齐的制裁, 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悍然退出该协议,并加大制裁力度,并于2020年元旦之际宣布,伊朗要为美国在伊拉克的多处涉事遇袭负责,并将为此付出代价, 话音刚落,被视为伊朗未来最高领袖接班人的革命卫队少将苏莱曼尼,被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,苏莱曼尼被称为中东蝶王,在伊朗对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 通过苏莱曼尼的不懈努力,伊朗不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,其麾下圣城旅的分支更是遍布中东,成员高达几十万, 对美国在中东的扩张,形成了强有力的抵制,就是这样一个人,被美国视作眼中钉,肉中刺,被移架从卡塔尔美国空军基地,飞来的死神无人机锁定并击中而隐恨巴格达, 那么美国会否是此次连环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呢?表面上看很有可能,但实际上美国不太可能明晃晃地策划此次恐袭, 以美国目前的处境,中东战争扩大化了对它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,它犯不着通过激怒伊朗,而引发异常把自己拖下水的战争, 之前我们就分析过,美国应该是不希望巴以冲突,演变为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国家之一, 因为如果它在中东介入过深,甚至把兵力再投入到中东,然后俄乌战争又对其撤住, 亚太地区局势也日趋紧张的情况下,美国可能面临地缘撕裂的风险,导致其更快的衰落, 而且现在美国国内正在开展2024年大选造势活动,在目前的接骨眼是没必要在中东点火的,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红海危机爆发,胡在武装针对美欧商船发动袭击后,激怒了美国, 从而美国对胡在及其背后势力伊朗的一次报复呢? 这个也有可能,但理由和证据依然不充分,因为美国是不希望和伊朗开战的, 他这么做对他没有好处,针对胡在武装,美国也没必要大动干戈,杀鸡烟用牛刀, 策划针对伊朗平民的恐袭,来激怒伊朗,再间接敲打胡在武装, 这个策略的逻辑链条太长,不符合常理,况且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离开地中海, 如果知道有这么一出,那美国航母是不是应该继续坐镇中东, 以应对伊朗随时可能的攻击呢?最有可能的仍然是以色列, 第一是以色列想通过彻底激怒伊朗,逼美国下场打仗,将美国与中东深度绑定, 好让美国源源不断地为其输送武器,因为如果伊朗介入到巴以冲突中来, 美国铁定是会下场干预的,而且在苏联曼尼纪日策划此次恐袭, 可以把伊朗的怒气引向美国,让美一开战,那么以色列就能浑水摸鱼, 偷偷吞并巴勒斯坦并继续称霸中东了,这招草船借鉴做得十分溜, 第二是以色列对伊朗的仇恨,足以让其策划如此大级别的恐袭, 伊朗支持的哈马斯、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,都是给以色列制造麻烦的对手, 而且以色列对这些武装很是头疼,特别是胡塞武装断了运往以色列货船的航线, 以色列恨不得处置而后快,但是美国的态度又极其微妙, 并没有使全力去打击胡塞武装,如果激怒伊朗,那么就可以顺水推舟, 那美国下水,以色列反正是破罐子破摔,对于如今处境的以色列而言, 它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,最后还有一种可能, 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背后支持的恐怖组织, 不论是谁策划了此次伊朗的连环爆炸惨案,其目的都只有一个, 那就是彻底激怒伊朗,让美伊开战,将战火烧遍整个中东, 此前大家一直都观察,认为伊朗会否直接介入巴尼冲突, 是第六次中东战争会否打响的关键变量, 因为伊朗是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, 如果它介入到战争当中,中东这个火药桶就彻底兜不住了, 这将对中东乃至全球局势都将产生重大影响, 此次恐袭,即使不是美国亲自策划的, 也和美国脱不了干系,不论是以色列还是其他亲美组织, 都是美国一手栽培酝酿出来的苦果, 现在面对怒火中烧的伊朗, 美国想想如何灭火和安抚才是正途, 否则一旦美伊开战, 世界爆发三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, 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, 2024年魔幻开局, 爆发在东北亚和中东的巨大灾难和战争风险, 正在将全球局势推向时空边缘, 谁将成为拯救全球的白衣骑士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